波音客机又又又出事了 美国一架波音客机起飞不久后 引擎盖突然脱落 撞击惊异 不得不紧急折返机场 据了解这架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波音737客机 从科罗拉多州单飞机场起飞不久后 机主人员就发现引擎盖脱落 从视频中可以看见事故发生时 飞机引擎盖的整片金属罩被狂风掀起来 像纸片一样松脱摆动 而内部涡轮几乎暴露在外 场景让人触目惊心 当时飞机上载有135名乘客和6名机主人员 机主护日情况后立即决定折返 于8点15分客机安全降落单飞机场 所有人员都安全撤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名目击乘客描述成 当时正坐在引擎正前方的窗户位置 感觉像是遭到了引爆爆炸般的剧烈晃动 十分恐怖 新南航空随后紧急安排另一架客机 接载受影响的乘客 将他们安全送达目的地 对于此次事故的原因 波音公司和联邦航空管理局已经启动调查 据了解该客机首次取动于2015年6月 值得注意的是 该公司表示 维修人员正在检查引擎盖脱落的飞机 但拒绝透露上一次维修保养人任期 这起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 对波音737系列飞机安全性的担忧 在此之前 737Mate 9型的客机就因为存在安全隐患 而被迫战时停飞 进行大规模的检查 事实上 仅上个月 波音公司客机就已经发生 5起与安全相关的事故 如今再次发生问题 不仅令人对这家全球最大航空制造商的 质量把控产生严重质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nuclei 温柡 毕章